丝绸之路既古老又年轻 古老是一位有一眼看千年的历史 年轻是一位由丝路文明的传承创新 丝绸古道的传奇故事 辽阔壮美的地形地貌 人文与地理的两大优势 让甘肃成为户外旅游和精神拓展的最佳目的地 被发烧友称为户外天堂 玄奘之路系列户外旅游赛事产品 已经成为丝绸之路户外旅游独具特色和影响力的心灵成长和励志品牌 说到这里 我们先来看一看当年玄奘西行的背景故事 这是河西走廊瓜州的墨赫延气戈壁 史称八百里流沙 一千三百多年前 玄奘法师在这里经历了迷路 彷徨 生死 最终实现了从坚持到超越的 伟大升华 一千多年后 在这条追求信仰精神的古道上 又出现了一群奔跑者 他们是渴望不断超越自我 追逐梦想的商界精英 是期待在这片戈壁挑战自我 实现成人里的有志少年 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已举办了十届 每年五月 两千多名精英学子 沿着当年玄奘西行之路 敬逐四天三夜 徒步穿越一百一十二公里 无人戈壁 深度感受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 领悟理想行动 坚持的玄奘之路精神 实现从身体到心灵的超越与升华 通过玄奘之路为代表的户外高端产品 催生了甘肃户外旅游 升级勃勃的强劲发展势头 甘肃沿丝绸之路 已经规划布局一百二十个自驾营地 和两百个房车营地 张叶 民乐 扁都口 九泉卫星发射基地等自驾营地 已经开门迎客 丝绸之路汽车拉密赛 穿越戈壁汽车挑战赛 兰州国际马拉松 永静龙州赛 张献攀岩精英赛 已成为中国著名体育旅游赛事品牌 甘肃成为冰雪旅游的新目的地 齐连山国际滑雪场 位于北纬39度的黄金滑雪带 您可在雪丰联绵的齐连山怀抱之中 尽情享受冬日滑雪乐趣的同时 近览山目银蛇 圆池蜡象 齐连冰雪风光 在甘肃中部 由兰州出发 途经临下 甘南 最终到达四川九寨沟的自驾旅游线路 一直是中国户外旅游线路的 十大经典长线穿越线路之一 乐在户外 美在甘肃 户外旅游是对文化的敬仰 对大地的感恩 登山 官兵 滑翔 蹦极 徒步 攀岩 自驾车 自行车 滑翔伞 荡人心魄 戈壁越野 沙地摩托 高山滑雪 冰川探险 沙漠野营 森林穿越 江河漂流 刺激惊险 户外旅游活动的各种新业态 竟相展现喷涌而发 甘肃将不断打造 推出新的系列户外拓展励志 徒步穿越旅游运动产品 吸引更多的户外旅游爱好者走进甘肃 陆在户外 美在甘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